在每次這個清約轉換期間 每個月清潔工,政大所有清潔工就要面臨一次失去工作的風險 那請問在這個過程中被解騙清潔工怎麼辦? 那學校就說我們沒有資格去,我們不能干涉新廠商聘用清潔工的權利 一句話就把清潔工的工作權忽略,而且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 然後事後清潔公司再來先處理有意見的勞工 那等到學生如果來聲援,那他就還有錢有時間來告這些 只是希望替清潔工清潔阿姨們聲張一口氣聲張正義的學生們 那學校的角色在哪裡呢? 為什麼可以放任這樣的不適任廠商去控告這些學生? 在記者會的現場,剛好遇到了新的唐榮公司的主管 叫蕭主任,然後我們一群就圍上去 包括現場,包括我,我只是想要讓他聽下來 於是我轉動他的機車鑰匙 包括站在他機車前面,還差點被他撞倒 加速撞倒的一個東華的王同學 還有在現場,只是像我一樣,拿著大神工 正大的楊同學 在事後都被以妨礙自由的告訴 然後其中東華的王同學已經被擊授了 所有的這個廠商合約,我想都是依法在執行 那可能這件事情會不會變成未來的所謂的 這個包廂的審議過程 我想應該要看這個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當事人不是廠商提告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依據法律的精神來尊重這個部分 不過我想政大應該還是會再對於所謂的 我們未來的所有的包廂的管理 請總部署這邊在管理的過程當中 然後對於所謂的這些包廂所聘用的人員 我們還是希望他們依據這個勞基法規範 然後來管理他們 我想這個部分政大會站在一個所謂的雇主的 就是我們外包商的一個角色去 去督促這個廠商去做到這樣的事情 當天我只是拿大聲工 提醒主任不要這樣子任意解聘清潔工 他們都是非常辛苦的人 他們在這邊工作了五年、十年 但是卻隨便讓你說第一天就說 我檢核不過,然後我就換你解聘 請問這是合理的嗎? 為什麼這兩個清潔工會被開除? 或者是我們說不被去聘好了 其實我們有私底下去問這個蕭主任 那蕭主任給我們的答案是什麼? 他說因為這兩個清潔工有上過社會新聞 所以他們不可能這個廠商 常用廠商不可能錄用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兩個清潔工其實是一直以來都跟我們 政大宗職社有很深厚的感情 然後在工作上有時受到主管刁難 會主動的來尋找我們求助 或者是跟那個主管反應的 那麼這兩個不續聘的原因就很明顯了 是這些廠商不想讓比較勞動意識 比較敢說話的這些勞工 不要繼續找麻煩 不要繼續讓他們在清潔政大那邊 讓他們續聘 第一時間其實學校就請我們總部署的同仁 然後去了解 然後也希望透過廠商這邊跟這位當事人的這個女士 然後看能不能尋求一個和解的部分 那後來好像廠商也願意去做一個協調 希望那個當事人能跟學生做和解 那所以我們也唯請那個後來總部署 也請那個法學院的兩位老師 然後去跟被提告的這個學生 反達這樣的意思 那可能學生們不知道什麼樣的狀況 那當然後來就沒有在走這條部分 那所以我想事件上來講的話 這件事情第一個 這件事情其實是不是廠商 是那個當事人跟學生之間的一些問題 所提及的訴訟 當然學校站在關懷學生的立場上 其實蠻積極的去 協助要去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應該絕對沒有所謂的 我說學校自知不理的狀況 或甚至說利用什麼司法打壓學生 我想這個完全是可能是個誤解 他說他並沒有想要來告這個 不是正大的學生 然後告到動畫的學生 只是一個意外 然後他想要的其實只是回復名譽而已 那這個王同學就跟他講說 好 那我今天願意為我 阻擋在你車前面的事情 如果造成你的不安 造成你的恐懼 我願意以我個人的名義 或者是口頭或者是書信的方式跟你道歉 那我這位蕭主任說什麼 不要 他一定要正大來道歉 然後他也沒有說清楚 正大是指我們總指設還是正大的消防 但是他要求的一個條件是 這個王同學他做不到的 他是一個東華的學生 怎麼能代替正大的任何一個學生跟他道歉 於是他們的和解就破裂了 那麼在法庭上 那個法官繼續要求說 繼續想要說 就是因為這樣的話 他們可能 如果沒辦法和解 那他有可能就會提起民事的訴訟 然後法官就想 就說 那我們就直接來 用兩萬塊的房子和解好了 然後 可是那個蕭主任卻也同意了 據我們了解 好像在25號的時候已經 其中三位學生有一位東華的學生 已經達成和解了 那這個部分 那正大的兩位學生 可能是因為 那個偵察庭的排 排的狀況 可能還沒有排到 所以目前還沒有處理到 那我想學生如果在這個部分 對訴訟上有一些需求 法律上的需求 我想學校站在保護學生 或協助學生的立場 一定會盡量地去協助 所以我們也希望學務處的部分 可以跟學生 如果學生有這樣的需求的話 可以盡量地去協助他們 學校在這個事情上 基本上他不是被告 他也不是提告人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站在協助 因為剛好是我們曾大學生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關心他 協助他 所以他們的內容 要怎麼樣去協調 我想應該要兩兆 譬如說那個夜女士 要跟學生當下去去談 同學不過就是 我們十多年來 是因為關心學校的清潔工 他們老普功高幫我們 整理出了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讓大家可以在這地方讀書 可以在這地方教學研究 那同學關心這群人 卻要遭受到這樣子的一個 法律上的一個對付 這其實是沒有任何道理的 究竟大學的使命是什麼 究竟大學的社會責任又是什麼 我們今天學校的這種作為或不作為 行動不行動其實都在傳達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呢 就是這樣的一個大學 我們要傳遞出什麼樣的一種 這個價值理念 同學關心公共事務 這難道不是我們學校裡頭 所有的老師們 以及我們在行政大樓裡頭的 校長副校長們 以及這些一級主管們 希望我們同學 特別是國立大學 特別是國立大學的這個學生 在行有餘力的時候 他也能夠關心社會 關心公共事務 那我們同學做了這件事情 我們非常 可是我們卻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處理 待會可能也許 我們記者上去做訪問的時候 也許他們會說 這個事件呢跟廠商沒有關係 因為是這個管理人個人的行為 可是各位知道 勞動基準法裡頭 談到了這個管理人 管理人就是雇主的代理人 雇主他本人不會 每天在政大校園裡頭 做這個管理工作 他是委託 等於是授權委託 這樣的一個管理人 在這個地方做管理 所以他的一言一行 都代表了這個廠商 都代表了雇主 這個地方沒有辦法 這個切割的 所以這是他個人的問題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這個 政大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廠商 基本上是他們個人之間的這個所謂的訴訟 因為其實我想不要說學生 有很多的 包括我們學校的老師 有一些訴訟 那其實很多狀況不能說 只要是政大的老師 就應該政大就要做什麼事情 我想但是因為學生的關係 所以我們學校特別會去 去積極的去關注協助他是這個意思 所以譬如說像我剛剛提到的總務處的部分 對不對 其實第一時間他們也積極的去協調那個廠商 希望那個所謂的蕭女士對不對 能看能不能達到一個比較善意的這個溝通的狀況 那我想包含剛剛您提到 就是說如果接他去走偵察庭的時候 那學生有這個所謂的需要有關法律上訴訟相關的一個協助 所謂協助需要就是說他們可能不知道怎麼面對法庭啊 或怎麼樣這個狀況 那我想學務術這邊他可能有相關的單位可以來協助 我想還是以協助的角度 因為畢竟這個案子其實主體不是政治大學 但是因為學生是我們的學生 所以我們要去做關懷跟幫助